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谈这个亲近的方法 那么除了这个死以外 是亲近以外 我们这个穿衣 其实也是在做亲近的 因为我们密教里面 讲穿衣就是在做防腹 戴帽子、穿衣都是在做防腹 你要先拿衣服要穿的时候 先加持衣服 然后穿上去 就变成披甲附身 披甲附身的 穿衣就是防腹 防腹是防腹什么呢 就是防腹外来的干扰 所以一般的密教行者 穿衣 加持衣服 穿上 表示一种防腹 这个外面的这些 这个邪灵 它不会干扰你 那邪灵干扰你 你受了影响以后 你就会有邪念 不好的念头 所以我们穿衣本身 就是一种防腹 也是一种清静的方法 我们也教过大家 做坦诚的结界 做房子的结界 这个都是清静的方法 我们实时做这个坦诚的观想 清静的结界观想 跟房子的清静 这个可以想 想念这个一个闪盖 很大的闪盖 虚空中有一个闪盖 把你的房子盖起来 你这个房子里面 一切都是清静的 穿衣也清静 你住了 住这个house 上面有一个闪盖 因为我们修了法 上面出现闪盖 把我们的房子盖起来 把我们的坦诚盖起来 就会很清静 这个也都是清静的方法 行则还要很重要的 你跟自己的父法不分开的 自己的本尊也不分开的 你的身体要保持清静 你要常常意念 本尊注顶 本尊经常在你的头顶上 我们台湾人讲 头上三尺有神明 你不能忘掉 你的头顶上 就是顶着你自己的本尊 那你常常想念 你的本尊在你的头顶上 你的身体就清静 这个就是清静的方法 所以一个行则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方法让你清静 实时意念自己的本尊在头顶 甚至更严格的是这样子 假如你的本尊它长得很高大 那么你过这个门的时候 你那个门很低 你还要弯下来 因为你害怕走过去就碰到本尊 你因为你观想本尊注顶 那本尊加上你的身材 就变得很高大了 对不对 或者你本尊就要想小一点 这么小 或者你要过这个门槛的时候 还要低下来一下 让本尊也能过去 因为你实时观想本尊注顶 你本尊观想得太大了 走过门槛的时候 咚 本尊掉下来 所以这个严格讲起来 还要做这种观想 这是可以讲 这有一个一种清静的方法 就是行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也要想本尊注顶 另外我们这个手啊 你这个手啊 自己要清静 我们平时在想 这只手 拿的就是金刚处 你是密教行者 这一手握的都是金刚处 这一手握的都是金刚灵 我们常常做如此想 就是一种清静的想念 手也是清静的 因为手经常握着金刚处 右手金刚处 左手金刚灵 就是一种清静的想念 还有一点呢 我们常常是说 去住这个 我们这个密教行者去住这个Hotel Hotel是每天都换人的 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 你说在美国地方啊 很多种族都上了这个床 这个床本身啊 不一定很干净 尤其这个床说不定有人自杀过 也不是很清静 有的白人住了 黑人也来住了 夫妻也住了 小孩也住了 那这个床不是很干净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睡的时候啊 一个行者在睡的时候 就把床整个响成一斗莲花 把床整个关成一斗莲花 那你上去睡 就等于睡在莲花当中 这个就是一种清静法 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先把自己睡的地方 关成一斗很大的莲花 那自己睡在莲花的中央 再把自己变成金刚柱 躺在莲花的中央 这个都是清静的方法 你说这个晚上有倒气 有磨啊 有什么这个斜来倒气 我就变成金刚柱了 变成金刚柱了 躺在这个莲花上面 躺在莲花上面 金刚柱在莲花上 那些那你已经观想了 已经持咒了 清静法已经做了 那些根本就不敢来侵犯你 你已经变成金刚柱了 所以密教有很多法 是教你清静的方法 像我们水一般的水 我们可以变化成为大悲咒水 已经讲过大悲咒水法 还观想观世音菩萨 洒净水在这个水里面 再持大悲咒 再持大悲咒 要用这个生口意 还要截手印 截印 观想持咒 三密加持 就是大悲咒水 这个水就变成清静了 本来这个水里面有很多虫的 有细菌的 因为你加持以后就是清静水 就是大悲咒水的 所以我们加持食物也是一样 吃的东西也是一样 三密加持 就变成清静的食物 所以密教啊 不管你吃分吃素 一样加持 就变成清静的东西 另外呢 我们讲这个 你只要生口意清静 你就很接近于成佛成道 今天种种的法 都是在做一种这个 自己清静的这个功夫 清静的功夫 你修行到很清静的时候啊 你自己本身呢 就会得到很大的佛的智慧 如来的智慧啊 就会跟你在一起 你不懂得这个方法 不懂得清静的方法 那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三叶 转成三密嘛 那么如来的秘密啊 那么如来的秘密啊 就是清静嘛 所以我们啊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时时身口意清静 行住坐卧 时依住行 都是清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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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秘密教啊 就用这个 身口意清静 那么直接啊 成为如来的心 奥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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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